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杀烙月事务的刘一凤 那相信大家也知道说 现在新冠病肺炎的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那医药口罩的供应也是越来越短缺 以至于现在医药口罩的价格也是越来越昂贵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 大家也知道说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口罩这件事 所以呢也很多人开始在想 我们要如何增长口罩的使用寿命 也有人在想我们要如何去取代口罩的使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最近在网络上就可以看到 说有一些人就很搞笑做了一些蕾丝的内衣口罩 也有人很用心的做了一些口罩的布袋 来增长口罩使用的寿命和时间 那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口罩在使用过后就拿酒精喷一喷 就可以消毒再重新使用 那究竟这个方法真的可惜吗 其实针对这个说法我已经纠正了无数次 以至于今天我决定录制这个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说口罩在喷过酒精过后是不能再使用的 因为它的防疫层其实已经受血了 那我们来直接欣赏一下小小的实验 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口罩在喷过酒精过后是不能再重新使用的 那我现在先将口罩固定一下 然后再拿出一个防漏的罐子 防漏水的罐子 然后将水 一杯水 先倒进口罩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现在人装满水的口罩 基本上它是没有外漏的现象 那我们要如何证明说口罩在喷过酒精过后是不能使用的呢 那我们现在来喷一喷酒精 可以看到了在喷过酒精过后的口罩 它其实就可以马上出现漏水的状况 是因为这一个口罩在喷过酒精过后它就失去了防疫的工作效果 那所以希望大家透过这个实验啊 也可以清楚的知道说 口罩在喷过酒精过后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这一个方法再重新使用口罩的话 那基本上你戴口罩本人没有戴口罩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用这个方法再使用口罩 那我重度课程上我学到另外一个方法 它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 但它是其中一个方法 所以来延长口罩的使用寿命 首先我们先清洗我们的双手 然后再取出一个新的口罩 那我们取出新的口罩过后 我们再取出一个新的纸巾 来将它对折一下 对折的主要目的呢 是要为了防止我们的口沫噴到口罩上 那我们再取出一张新的纸巾 那这时候只需要留五分之一或是六分之一的纸巾位置 将它往内压 然后我们就可以戴上我们的口罩 然后我们将口罩往下拉 再将这个剩余的纸巾往我们口罩里面塞 当然在这一些动作的前提下 就是你需要将你的双手先清洁一遍 确保你的双手是清洁的才做这一些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说 紫巾包了过后 其实它还是很完整的很完美的 很补贴的 所以你可以戴着这个口罩出去外面活动 然后回到家过后 你一样先清洁你的双手 清洁你的双手再将你的口罩摆下来 然后再将这个口罩 裹满这个纸巾的口罩 将纸巾往外翻往外翻 那将这个纸巾丢掉过后 你剩下的里面这个纸巾基本上也是清洁干净 可以再重复使用的 所以感谢大家收看我的分享 也希望大家将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说如何正确的使用口罩 跟如何增长口罩的使用寿命 如果你有更好的提议也欢迎你留言给我 让我知道更多的方法 也让我更好的去制作出更好的视频来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欣赏我的视频到这里 谢谢